全球瞭望 央廣台灣APP 與UDN TV聯合直播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IS伊斯蘭國最近似乎又有新的行動 網路上出現一份疑似 來自伊斯蘭國的錄音聲明 號召支持者在6月初開始的災界月 向歐美國家發動攻擊 引發西方各國高度警戒 同一個時間 美方也在21號出動無人機 在巴西斯坦發動攻擊 成功的將恐怖組織神學士的首腦 曼蘇爾擊斃 我們今天攝影棚 特別邀請了兩位貴賓到我們節目來 首先是外交部前駐 利比亞跟沙烏地的大使 趙喜寅趙大使 各位觀眾好 另外一位是台下政治系的教授 黃敏華 黃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請教黃教授 我們先來談 這一次愛爾斯發布的一個聲明 聲明裡面 他是希望他的追隨者 能夠在災界月的時候 能夠對於歐美國家發動攻擊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剛剛前面也提到 您說現在可能很多時候 不是他自己發動的攻擊 他是號召他的追隨者 來做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表示他本身的力量 已經不像以前了 他裡面也提到 最近拉卡遭到圍攻 他的所謂的首都 他現在也要準備要轉移 愛爾斯的情況是怎麼樣 跟台亞 我覺得過去這 大概半年以來 愛爾斯的力量 在敘利亞跟伊拉克境內 的確是朝向一個 他們比較受到大的圍剿的 這個態勢在走 那加上看起來 美國 俄羅斯 甚至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其實對於這個敘利亞的 這些問題 其實大概都有一個 比較看起來是 接近的這個路線 所以我覺得愛爾斯的危機感 還是很大的 那這個愛爾斯 現在所做的這個聲明 其實去年也有 那可是看不出來 到底有沒有太特別 就是經驗上 他是不是去年 這個段時間 是不是有太多的恐怖攻擊 其實看起來 也沒有看到太大的關聯性 所以我的看法是 它是一個比較像 希望 號召 而且以災結業 當作一個宗教象徵的這個意義 來鼓動 那這個反映的是 它現在這個勢力 正在衰落的這個危機 那我說一點就是說 因為中國大陸這邊舉例 像去年在災結業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些問題 那這當然跟中國 對於這個宗教政策上 對於什麼樣的人 可以進行災結 或是說 例如說對學生 或會對什麼 有一些這個陣營 那其實我認為 同樣的道理也應用在 世界上其他的各地 IIS可能 我看法是 因為這個宗教意義上的 象徵是比較大的 而這裡面 只要發生 在不同的地區 發生零星的這種衝突 其實都可以 鼓動比較多的追隨者 來追隨 所以我認為是一個 實際上它也希望 號召它的支持者 能夠在其他的地方 能夠有多一點的行動 來喚取他們 也許比較多的 這個餘育的在目前 受到這個發展困境上 甚至是萎縮了這個 這個 我覺得他們有這個意義在 他這個宣明有這個意義在 是 大師 那個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是穆斯林 我們在外面 我們會覺得 災界月應該是一個 神聖的時間 大家應該在這個 期間裡面多祈禱 多冥想 那為什麼 IS會反而是希望 如果說他自稱 他是伊斯蘭的話 鼓勵他的追隨者 在這個時候 採取這個暴力的行為呢 我想剛剛黃教授介紹的 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 他在面臨圍剿的時候 他必須要把反撲 表達出他的一些聲勢 然後來對抗這個圍剿的力量 軍事上可能他會失利 所以他繼續號召 說在全面性的 能不能對歐美進行反攻 但是他這裡面事實上 摘戒月 就跟郭主席剛剛講的一樣 他摘戒月是一個 很惡平神聖的月份 但是在歷史上 還有在宗教規範規上 如果你是面臨 這個存亡之關頭的話 你必須要奮起抵抗 那是不管你摘戒月 或非摘戒月 而且穆斯林在前面 在穆罕默的聖人的時代 就發生過摘戒月 發生戰爭的事情 而且是大盛 所以我想他有一些政治的意義 大於實質的意義 而且他們這種做法的話 很可能顯示出來 他自己內部有一些矛盾存在 他既然是宣稱說號召各地 說我們有恐攻 但是同時又是號召大家起來 好像起義來反對歐美一樣 這表示他力量是不是不足 很可能會這樣想 當然現在還有基地組織 基地組織它現在在很多地方 跟IS之間是處於一個競爭狀態 在敘利亞他們是兩派打得不可開交 在燕門也是打得不可開交 究竟他們這個雖然都是 都是好像看起來 外面看起來是一個類似的恐怖組織 但是他們裡面之間是有什麼樣的矛盾嗎 以前是IS是從基地分出來的 有可能再合併起來嗎 先請教趙大使 那個基地組織跟伊斯蘭國 他們在敘利亞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派系 我們看到那個基地組織就化身成Norsal Front 勝利陣線 跟IS之間是鬥得一塌糊塗 然後在燕門也有類似的情況 都有武裝力量進去 這兩個看起來都是恐怖組織 為什麼兩邊之間這麼衝突呢 是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還是手段方法上的衝突 我另外一個問題是 以前IS是所謂基地在 在阿富汗在那個伊拉克的分部 那它是從基地分出來的 將來有可能這兩個還可以會合在一起嗎 主編講的這個基地組織的這些恐怖組織 跟IS之間的關係 應該是恐怖組織 或者基地組織先開始在各地 就是復興黨的人 就是他們復興黨的軍事 還有政治的人才 都被他們吸引進來 另外他們又吸引了一批這個 所謂的傭兵 或是各地志願來的 這就是成立了所謂他們的IS IS的訴求 它是要建立一個所謂的伊斯蘭國 那後來也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在燕門的話 有一些基地組織 而這些基地組織 有一些跟IS是這個臭味相投的 有一些他們是屬於 這個所謂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的Horsi 他們是在燕門 目前主要跟沙烏地阿拉伯作戰的 這個主力之一 另外就是燕門前總統的一些部隊 跟他們在一起 所以這些基地組織在各地的話 如果說他們要跟IS來的話 很可能就是他們在觀望IS做大了以後 他們就地起義 或是來獲得一個地盤 將來是屬於IS的一部分 那至於這些因為理念不同 而跟它分開的 像比您剛剛講的Nusra 這個序里亞的反抗軍的一部分 或是其他的這些 各地的這些 不能夠跟IS理念相同的 那可能這裡面的紛爭 就是因為他們的 這個政治觀念的不同 政治觀念的不同 是說其實對於基地來講 他們並沒有想要發展出 有地盤的 像有帝國的 有土地 有人民的這樣的想法 而IS希望能夠恢復以前的 阿拉伯帝國呢 還是怎麼樣 這個理念可能就是說 剛剛總統講到一點就是 他一步就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 還是我先把我這一塊地方 先能夠把我的勢力 先做完以後再去講 所以這裡面也不是完全的不同 而這裡面就有先有蛋 先有雞的 一個思考的方法 黃教授你有沒有要補充 剛剛我們談的 我就拿個比方 其實美國在談塔利班問題的時候 曾經提到塔利班跟基地的關係 那為什麼會談到說 塔利班的老一輩的領導人 其實不見得會跟基地 兩個完全是相合 原因是因為其實塔利班裡面有很多人 他們認為他們 911之後遭受到這些攻擊 美國把他們挑起來 當作主要的目標在打擊 其實很大一塊是吃了基地的悶虧 你說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打算 要做國際恐怖主義的輸出 他們在911這件事情上 基地其實相對也是被動的 不 塔利班相對也是 可是最後他是變成 美國打他當作最主要的敵人在打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吃了塔利班的悶虧 吃了基地的那個 賓拉登的悶虧 可是因為賓拉登在90年代的 這個就是基地的那個角色 其實有一點像是 塔利班可以reaching out the world 或者是甚至是在宗教上的 這個開的這一扇門 讓他們可以去連結到 這個所謂的宗教上的 比較神聖的這個權威 所以他們跟 就是塔利班跟基地之間的 這種關係是非常錯綜複雜 愛政交織在一起的 對 我要問另外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就是巴基斯坦 那個大使 那個這一次美國擊斃 這個莫蘇爾是在巴基斯坦的境內 用無人機 我們知道這個美國過去 曾經有一段時間 非常密集的用無人機 巴基斯坦這邊抗議說 你在我等於侵犯我的領土主權嘛 更不用講說他在巴基斯坦抓了那個 賓拉登 這讓巴基斯坦更是惱火 這一次事情之後 巴基斯坦這邊強烈跟美國抗議 認為你以前已經講好了 不能這樣做 你這一次招呼也沒有先打 這會影響 美國跟巴基斯坦的關係嗎 美國很多人已經在那抱怨了說 巴基斯坦每年拿我們這麼多錢 其實他的境內都是在庇護這些塔利班 不管你是跑到阿富汗的塔利班 還是在我巴基斯坦境內的塔利班 都是同一批的人走來走去 您怎麼看這個 從一個宗主國跟一個獨立的國家 當然他必須要出面抗議 因為你外國不能隨意在我的國家裡面 進行一些間諜的行動 或是一些這個軍事的行動 包括無人機的這個攻擊 或無人機的這個蒐集情報 而且這個巴基斯坦政府這樣做 他的政治意義跟他宣誓的意義 遠大於他的實質意義 他不會對美國說說 我就跟你惡化到什麼程度 但是很可能他會跟美國保持一個比較冷淡的 因為這個確實是侵犯到我國家的主權 但是不要忘記在巴基斯坦的地緣關係 跟阿富汗 尤其他的北邊都是一種部落治理 而這種部落治理的概念 跟傳統的伊斯蘭概念又有點距離的 他是以部落長老他們的看法受到最大的尊重 所以這裡面塔利班的行程 就剛剛黃教授講的一下 這裡面有一部分是牽扯到他宗族 牽扯到他地區性的一些關係 那這個在阿富汗跟巴基斯坦是不可分的 所以巴基斯坦在這一方面 也受到美國的這個指責或是怪罪 說你拿我們那麼多援助 結果你這塊地方 他沒有辦法去釐清這塊地方的 這同樣的還有其他中亞地區 也是發生同樣類似的事情 那阿富汗目前最中作負擇 就是因為它本身不同的部族 有不同的主張不同的理念 而導致這個阿富汗變成一個很獨特的國家 黃教授我最後想問你也是另外一個鄰國 就是中國大陸 前面我們講到希望能夠促成阿富汗的和談 其實美國這邊要做 他會發現很多反彈 但是中國大陸前些時候 把阿富汗政府以及塔利班 都找到新疆去開了一個會 由中國大陸做東道主 似乎兩方也願意見面 你覺得中國大陸第一個 他在作為主持和談會比美國更容易一些嗎 第二個他的目的又在哪裡 我覺得在他的角色上 以及他的目的上 中國大陸都有很大的優勢 先從他的這個角色上 因為那個中國大陸其實長年 是巴基斯坦最堅強的一個萌方 事實上他跟巴基斯坦之間的關係還不弱 就是美國跟巴基斯坦事實上都有 雙方在互相打算盤 而且那個猜忌是非常深的 可是中國跟巴基斯坦之間 事實上是中國扶植巴基斯坦起來 能夠來對抗印度 所以他們之間的這個關係的緊密程度 是不在話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角色上 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其實沒有對中國沒有傳統以來的 這個太大的這種旗艦 就跟美國相比 所以這個有優勢 第二點是中國其實有很大的動機 中國大陸 第一個是他新疆問題非常嚴重 他從最實際的戰略層次上 他不希望有一個境外 這個鄰國是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恐怖主義是資源性這樣 我打個岔 就是說他的為族分離主義 對 有些時候是受到塔利班 甚至受到基地組織的庇護 是不是 目前有些人去猜測這個連結關係 可是在中國目前 中國大陸傳出來的消息 沒有看到很有規模的 這一點是這樣 可是他們仍然擔心 這部分鄰國之間的這個問題 所以再加上 其實中亞有些地方 是即便巴基斯坦 或者是阿富汗中央政府 事實上都沒有辦法Reaching out 那個地方才是這個中國 中國大陸很擔心 所以我認為 對於這兩國政府的交往 有這個反恐上的這個意義 第二個就是一帶一路 這兩個國家 恰恰是現在基礎建設 最需要發展 而中國大陸目前就是這個產能過剩 所以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也是它附帶的一個價值在 中國大陸在阿富汗 也有很大的利益吧 它也有很大的同場 是 而且事實上前幾年 我們跟中國大陸學者 發覺他們對阿富汗 事實上是非常詳盡地 把它當作一個如何規劃 或如何engage 在這個發展阿富汗 或者是巴基斯坦關係上 事實上他們下了很大的功夫 這個 對阿富汗 事實上是非常詳盡地 已經開始很多年 只是它沒有冒出檯面上 以現在看起來 它逐漸的未來 中國大陸會扮演更大的一個角色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阿富汗上面 問題上面 是有合作的空間 我認為是 對 甚至美國我要走 我就把這個單子 丟給你中國來做 對 可是目前就是歐巴馬 他麻煩的一點是 他如果現在放著不管的話 阿富汗會比他幾年前接的時候 更糟糕 這會完全破壞他當美國總統的legacy 是一塌糊塗 所以我覺得他目前是有點想清理戰場 把它控制在一個可容許的範圍裡面 這樣他能夠保持他政治上的 這個legacy的角色 對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跟我們來談 就是從IS 還有到阿富汗目前的情況 這個情況 雖然是好像都是不同的情形 但是這裡面 也有他共同的關切焦點在 謝謝兩位 謝謝